这鲜明的就提出来 维生素对于那些营养很均衡的人来说 吃了之后不仅不会起到补充的作用 反而可能有害 而且仅仅补充由人工合成的复合维生素 对于预防和治疗任何疾病都没有直接的好处 那么这个论断 我们听起来觉得这是一家权威的杂志 但是却和我们平常大多数人的认知好像不太符合 那么到底维生素我们该不该补呢 一种维持生命的营养素 命名维生素 本该是缺啥补啥 当补则补 结果却变成了男也补 女也补 老也补 少也补 全世界都在补 补成了一个年产值数百亿美元的大市场 谁是幕后推手 滥补维生素究竟有什么危害 哪些人才该补 又该怎么补 本期老良观世界 为您深度解析 维生素该不该补 恐怕在我们全民都强调健康的这个时代 家里头要没有维生素 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你看我自己的家里就是打开抽屉 就是我爱人在那放着的维生素C 维生素B1等等等等 你包括我本人糖尿病 那么大夫给我开的药里就有维生素B1 它的用处疗效各方面还都比较明显 那么这个和我们更多人的认知是完全吻合的 就似乎维生素会给我们带来健康 在我们生活当中是离不开维生素的 你看咱们打开什么电视 听到广播 翻开报纸 你会看到某明星代言的维生素产品 大量的出现 而且这维生素产品的宣传 可以说是花样百出 反正这么说 好像你所有的毛病 通过补维生素都能解决 当然有的人说 这可能是夸大气词了 但是维生素可有用 要不然你看大街小巷 怎么各个地方都卖这个呢 咱们到很多药店里看 都甚至单独有一个畅销品的这个专柜 然后一个穿着白大褂的 就是个导购 给你介绍这维生素好那好 包装的都很豪华 卖的价格还不低 有的人根本看不上国内这个 通过人美国英国国外亲近朋友 给往过带 上面都是反正英文字母 人在看不懂 拿过来之后你吃吧 准有好处 就是大街小巷 各个地方 维生素的广告 卖维生素的铺天盖地 都是 而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也确实有很多人 天天都要吃维生素 早晨起来 早餐 来不及吃了 来盘维生素 中午吃完饭 我又缺着维生素 我再补一片 随身小二盒都带着 还跟人宣传 你看这小小一片没有 等于几大懒的蔬菜 几大懒的水果 这你要不愿吃蔬菜 懒的吃水果 好 一片维生素全给你解决 多省事啊 所以很多人呢 已经高度依赖维生素了 2013年7月 美国歌手凯蒂·佩瑞 在社交网站上贴了张照片 照片中 她取着三个 上面贴着早餐 午餐等字样的透明塑料袋 里面装着足以引发 密及恐惧症的各色药片 她写道 这些补剂和维生素 是我的一切 即使是在过半人口 吃过维生素补剂的美国 凯蒂的这张照片 仍然激起了一场反思 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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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责 您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那么这个内科医学年鉴这篇文章告诉我们 就是如果你的膳食结构合理 各种营养摄入是很均衡的 那么吃卫生素是没有必要的 甚至有害 只有你通过饮食 没法摄入进适量的卫生素 你才需要补 那么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卫生素 它的用处到底有多大 如果需要补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补 哪类人才能叫需要补 哪类人不需要补呢 咱们要搞懂这个问题 首先得给大伙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是卫生素 可能咱们很多朋友都不了解 卫生素顾名思义 就是维持你生命的各种微量元素 都叫卫生素 卫生素还有个名字叫维他命 这是跟它的英文名字直接翻译过来的 这个翻译过来也符合信达雅的原则 就维持我们人类的生命 那么卫生素是怎么被人类发现的呢 它应该说是在大航海时代 才开始有人关注卫生素 什么是大航海时代呢 就是15世纪到17世纪之间 我们知道欧洲殖民者呢 通过航海技术的提高 陆续到达了美洲 亚洲 大洋洲 等地方 然后开始了一个新的殖民时代 这个殖民时代呢 被称为大航海时代 因为它是东西方交流啊 各个地方不同物品运输啊 海上贸易往来的一个开始 大航海时代里出过几个了不起的航海家 我们都知道哥伦布 麦哲伦 达加马这些人 那么那个时候呢 航海技术呢 刚开始起步 所以它需要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那么漫长的海上食物 这些水手就出现了问题 因为它在海上吃的东西很单一 只能吃到黑面包和咸鱼 别的东西像蔬菜水果什么都吃不到 结果当时就在大海上有一种病流行起来的 什么症状呢 浑身无力没劲 完了皮肤出血 牙床都烂了 嘴里都一股臭味 然后一点点的就劲都没有了 足见的没精神头 一点点萎靡 然后死掉 这个病什么原因谁也不知道 所以当时很多人管这种病呢 叫海上修神 就在大海上好像这是被上帝诅咒了似的 所以当时很多航海家对这个事情一筹没感 麦哲伦当时带了二百多个水手 奔这个美洲厨房 到达美洲的时候 船上就剩三十五个水手了 死的这些人纷纷都被扔进大海了 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有一年哥伦布带领着水手飘洋过海 结果是在这个路上船上这些水手就出现了这种症状 当时大概有二十几个水手有这个病 眼看着就不行了 这个时候船经过荒岛 其中有一个有病的水手呢 跟这个格伦布说 说头啊 我不想影响你们接着航海 你这样吧 反正我们也是个死 这么着吧 你把我们就扔到这个荒岛上 我们好歹有个地方躺着慢慢蹬死 别把我们扔大海里 如果你们要这趟过去发了财了 再回来不直接得经过航线这吗 再到荒岛上把我们的尸首啊 收回来送回老家 格伦布当时心里听着也挺难受 没别的办法行了 就给他们放到荒岛上留点食物 然后走了 到达目的地之后 通过贸易也发了财了 回来又路过这荒岛 说咱怎么得完成死人个心愿呢 这尸骨得还乡啊 落叶归根嘛 结果这船刚停到荒岛岸边的时候 就见岛上跑了十来个人 劈头三法跟野人似的 一看正是这些水手 说这么长时间都几个月了 你们居然没死 因为往常得着病 从开始有症状到死 最多也就半个月时间 人家完蛋了 说你们怎么没死呢 这些传员说 你给我留那点食物 没两天我们都吃没了 吃没了我们还没死 怎么办 得活呀 岛上有那野果子和野菜 就把这碗弄来吃了 这时候各伦布一琢磨 难道这野果子野菜里头 有治治病的庙方 就把这野果子野菜 带回到欧洲去研究 后来人研究来研究去发现 不是说野果子野菜就有这用 也不用在那荒岛上 你只要回归正常的人类社会 吃到蔬菜水果来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后来有人就琢磨说 这里头含有的东西 水果蔬菜里可能有人体必须的东西 这就是大家最早对维生素的认识 有人说这故事编的吧 那同步差不多脚前脚后的时候 正和下西洋的 怎么没见中国的文献上记载 有这种海上凶神的 那同样你在大海上也是这些吃不着啊 那怎么中国人就没这病呢 其实中国人在海上能吃到新鲜蔬菜 说大海上哪来的呢 当初正和下西洋树是为了什么 不是跟很多国家显示 我天朝上国的威风 同时跟你们搞贸易 那中国人了不起的是什么呢 瓷器呀茶叶呀丝绸 这个瓷器在大海上一颠磨 它可容易碰碎 怎么避免碰碎呢 箱子里边装上瓷器 在瓷器中间搁上黄豆绿豆 这么哗愣哗愣来来回回 它起到减震作用吗 瓷器碰不着 那这个黄豆绿豆在大海上呢 受到这个海水或者潮湿空气的影响呢 这豆容易发芽 结果这豆芽就冒出来了 哎 一方面瓷器震不坏了 另外一方面 这船上还能吃到豆芽 新鲜蔬菜豆芽里边 就有人体必须的维生素 所以在中国的典籍里头 没有关于这种海上凶神呢 缺乏维生素造成疾病的 哎 这些种种描述 那么说维生素什么时候有定论了呢 这是从这个后来的公约革命以后 郭葛门以后呢 出现了大量的 你比方说这个蒸汽机 有纺织的机械 也有这个加工倒骨的机械 加工倒骨的机械呢 很容易就把大米呀 和骨子上面这瓶给去掉了 人就能吃到精米 那么这瓶里边呢 是含有很多维生素的 结果那个时候 就有很多欧洲人呢 得了一种病 叫脚气病 就是双腿污立 走都走不动了 就是倒皮上那种维生素 给去掉了以后 人体没有这维生素了 造成骨骼各方面的功能下降和退化 结果1929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科学家叫埃克曼 他通过研究确定 这里边含有的就是维生素 他还因为这个呢 获得了诺贝尔的医学奖 从那时候开始 人类才确定下来 哦 维生素 它对人体的作用 由此也分成维生素 ABCDE 什么维生素